随着两会大幕陆续拉开 记者们发现 今年的两会了解信息的渠道 比以前更多更方便 而信息的公开透明 也在去年多次首创的基础上 再一次的提高了 两会期间 人民大会堂的北大门 按惯例是国家各部委大企业 负责人进入大会堂的必经之路 自然成了记者们聚焦的地方 记者们还发现 今年的两会要采访政府高官 或者和大企业负责人直接对话 渠道比以往多很多 感觉很方便 为了方便媒体记者采访 今年两会期间 大会新闻中心首次就大家 普遍关注的问题 组织安排了若干集体记者采访 第一场集体采访 安排在浙江人大代表团 浙江省劳动保障厅厅长 和杭州宁波市长等 联合接受采访 政府应当如何施政 还能提高城市的幸福感染指数 那个户口的制度 现在不是造成了一些问题 或者对企业的发展 有什么影响 请安排市长回答好不好 好 为了方便记者采访 今年大会新闻中心 不仅首次在网站上 提前发布相关信息 集体采访时 人民网人大新试点 还同步进行网络视频直播 便于更多的记者采用 不是你所有的新闻建场 都可以跑道 或者是都来得及跑道 可以通过网络来了解 这方面的信息 就是说 这对于扩大 它的这种信息的受众群和 它的影响力也是非常好的 我们还了解到 今年两会 对外开放团之多 也超过往年历次 而且还首次决定 开放团组每次审议 讨论结束后 都留出20分钟时间 够媒体提问采访 两会越来越公开透明 是中国政府自信和能力 不断增强的一个缩影 也是中国民主政治 不断进步的一个缩影 而两会越来越公开透明 感同身受的 也绝不单单只有媒体记者 以上是今天的祝会日记